大家好,歡迎收看信網每週廣告 今週請到信匯證券行政總裁沈陣營 跟你談談未來大肆的走勢會是怎樣的 大仙你好 你好 看見港股在5月第2個禮拜繼續弱勢 昨天方面連2萬關後都保不住 看見外圍股市疲弱 恆指金支做低開71點 最多跌過百多點 曾經見過3月初以來的低位 看回各地的股市 其實近期表現相當一般 港股方面的蠢磅股也輪著跌 其實大市去到什麼位才會見底 有沒有機會再創今年的低位 其實現在市場正在試底 當然市場的氣氛情緒越來越悲觀 因為行刺逐步一級一級地破壞 最怕就是這些跌落 因為它不是跌得急 變成你很難摸到真正的底位在哪裏 當然我個人覺得在現在的水平 其實就未必會再跌得太深 但是如果技術上還有一個位置就是 19420 剛剛是3月初的時間上升 我個人覺得這個跌跌的跌跌 當然最壞的情況可能補了這個跌跌也不定 但是你也知道圖表的東西 到與不到都不是圖話事 是要看外圍因素 其他各方面的因素 所以我自己看這些水平 如果持貨不多 入市買少許我覺得可以 但未到重錘去撥反彈的時間 我自己相信其實底位就差不多了 應該破不了新低 看回MSC指數貴度大執位 香港指數方面就沒有變動 中國指數方面剔除了四隻股份 但同時間納入了三星制 看回這隻股份股價今早最多就升近6% 曾經上過9元樓上 看回他昨天方面創了半年的新低 今次這個都算好消息 有個反彈在此 短期內有沒有機會再上炒高 甚至看到11元這些位置 我看你怎麼看 我自己覺得消息出了 炒高了一陣 如果借助這個因素再推多很多 我又不覺得 因為似乎的估值比較貴 你純粹只是拼去一下資金換馬的時間 買一陣 所以這些比較上 我不是太主張大家投資者去參與 因為這些可以很快 馬上就回頭了 反而這方面我覺得 不如不要拼這類 因為市場都跌了這麼多 這麼多便宜的東西在 我覺得就無謂去拼這些因素了 你覺得三星制用這隻股份的基本面是怎樣的 基本面不是太差的 但始終我擔心它的股值就扯高了 變成你那個直博率上升的空間未必會太大 再說說瑞星科技 第一季的成績表現不錯 賺了6億多 看看銷售和盈利方面都創新高 股價都連日做好 今早最多再升超過百分之二 看看現水平 股價方面距離60元 都是大約欠1元左右 有沒有機會突破60元這個位置 或者穿了60元的話可以怎樣部署 技術上可以有機會試到 始終這類股份的業績 無論是比如說瑞星也好 之前的信譽光學也好 有它們本身的特質的技術上 而有個需求在那裡 當然股價也都有 過幾星期前上來這些位置 已經超過一成半的升幅了 如果你說要再突破60元這個位置的話 可能上面的壓力就開始大了 我想你說投資者有貨的 你繼續看到60元左右附近 你才決定到時走不走貨 但是你說未有貨現在去追入 我就不建議了 我就寧願建議大家等它去試一試60元 做個回套之後 譬如說有56元那些位置才買 理論上這些基金都持有幾重的 所以暫時來說都不用太擔心會跌得太多 應該還有高位建的 近期市況疲弱 大師你有沒有什麼股份推介給投資者 我想如果純用薄反彈的角度看 那麼交為直撥的重磅股就是騰訊 騰訊近期在跌市裡面 每每都有抗跌能力 在過去這幾星期 低位153元的支持力都很強 所以我建議可以在155元附近或樓下買 將止虧位放在85元那些水平 這次上去就駁去下個星期公佈的業績理想 有機會上回162元165元 中長線就可能會看得更加高 好的 大師你有沒有持有上述的股份 沒有 今天謝謝沈陣營這麼詳重的分析 每週港股下個星期五再和大家見面